您剛說的影后小薰黃靖怡 哎呦 得完獎之後更美了喔 來來來來 還有其他演員好嗎 來請站起來好點笑 對對 劉修甫也是獲得金鐘請一名的好演員喔 再來是導演夫人華欣彤 接著是我們的原子少年夏浦洋 還有徐偉然大兒子小兒子以及 浮課前來的莊凱勳 以背板世人扛出來耶 把你爸爸扛出來 來我們請這個來 我來安排一下位置 偉然你在我旁邊 好不要你過來我這邊 再來這個凱勳 凱勳在這邊 對我要就定位 我們要先來拍一張照 凱勳在這邊 你老公我怎麼知道這樣 沒問你啊 來小勳過來這邊 對對對再來媽媽在 修復 OK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好這個位置我們先來拍一張照 好不好 爸爸你怎麼 凱勳等一下會連線啦 他很安很平安很安全好不好 只是今天不課前來 一起視線看向左手邊來一張 等一下還有大合照 我們先來補一張合照 來左邊 一起轉向中間 一起轉向中間 是很溫暖的一出席 一起看向對 揮手這一台 再看向右手邊 等一下會有大合照 我們先拍一張照 好凱勳 好凱勳 凱勳 你Cue凱勳 你有毛病 哈哈哈哈 視頻哥 有毛病啊 凱勳 好轉一下凱勳 書封導演跟那個毛哥也想捕捉 你們一起看那兩台手提啦 來來來來 凱勳你看我這裡 對凱勳 等一下就會連線了 好 我們先來訪問 搭帶補各式的合照 很多組合照拍不完 來 請低上麥克風 可以收一下下嗎 好 我們歡迎金鐘瑩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熱情掌聲歡迎 黃智妮小新 大家好我是小新黃智妮 然後在 額外旅程飾演的是 謝寶芳 就是黃瑞姐的太太 歡迎歡迎 接著歡迎的是 劉修甫 大家好我是修甫 然後在額外旅程飾演的是 小慧跟太陽超人 一人分是 兩腳 然後衣服很緊身對吧 等一下再來聊 好 接著歡迎的是 劉修甫 大家好 我是行銅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 錦霧媽媽 小輝媽媽這個角色 就是每天都要帶著眼淚 演戲的 每一小戲都哭了 八公升的眼淚 哇 水座的女人辛苦了 導演夫人喔 拍完還想要跟導演 等一下再聊 好 等一下再聊 接著歡迎的是 夏浦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夏浦楊 我在劇裡面演的是 凱薰哥跟小薰姐的兒子 大兒子 黃子劍 好 歡迎歡迎 一定要加小薰姐就對了 好啦 好啦 我是紫祥 畢竟是原子少年 我們都是原子中年之類的 導演老年 沒有中年 是中年 再來再歡迎這個小兒子 徐偉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飾演凱薰爸爸 還有小薰媽媽的小兒子 徐偉然 好 對很聰明 用戲裡面的角色名稱套一下 這個職位稱呼 爸爸媽媽媽 那凱薰 等一下再訪 你沒事的 他很安全 他現在很健康 等一下會連線 謝謝凱薰 很帥 對好 那我們先把這個爸爸扛到旁邊 等一下會以連線的方式出場 好 謝謝各位 我們先來看片花啦 等一下再應後做訪問 好不好 請請入座 謝謝 調整一下這個情緒喔 可以可以 來 再來 我們要歡迎兩位 重量級的靈魂人物 歡迎 朱鋒導演 以及 劇中黃瑞傑的原型人物 黃建宇 毛哥 歡迎 謝謝 讓這個導演跟毛哥 一起來分享一下 同時 剛剛以這個人型立牌登場 現在他在線上 與我們做收音連線 凱薰 你在哪裡 My love 凱薰 Cash 哈囉 哈囉 欸凱薰 請跟現場的長官 貴賓媒體 陪我們打聲招呼 哈囉 主持人 毛哥 主張團隊 還有現場與會的長官 大家好 我是凱薰 嗨凱薰 你跟大家問好 你好不好 我很好啊 結果就是 算到了 席影七天的機會 你說你現在席影七天 是不是 那什麼時候要再付出啊 凱薰 快點快 我覺得很lucky的是 就是 嘗試回歸的時候 剛好就是 大概第二天第三天 我們這個氣球上 這是我在付出影壇的第一個作品 來掌聲一下 謝謝凱薰 凱薰等一下聊 我們先來訪問一下導演 導演 導演先跟大家打聲招呼 大家好 我是朱鋒 謝謝 謝謝大家 歡迎朱鋒導演 再來歡迎這個毛哥 跟大家打聲招呼先 你真的眼淚盈眶還好嗎 沒有 眼睛炸了 大家好我是黃建宇 毛哥 來掌聲歡迎 回到導演 你也眼淚盈眶欸 哇 對 我今天看了五百多次了 但是 還是很有情緒 對對對 還是非常濃厚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拍攝這個 毛哥的故事呢 來導演分享一下 好 跟各位說 因為 這個題材非常的冷門 但是它非常的意義深重 會選的這個題材是因為 我之前在跟我的編劇老師合作的時候 他給我看一個電影劇本 就是這個 毛哥的案子的原型 我一看到這個劇本 我想說完蛋了 這個如果沒有輔導金很難拍 就是 因為它就是一個 我一開始有一點沉見 就是說 它就是一個可能講 器官捐贈的事情 然後 直到有一天 我們在工作很疲憊的時候 他說 那導演反正我們現在這個 新的案子有瓶頸 你要不要看一下一個劇本 我就被大家這樣慫恿一下 我就好 我才看到大概第二十頁 裡面講到一個 就是說 你看看我現在換了一顆血 但是我每天要吃不完的藥 我有一大堆的起身 我眼睛大概三分之二都看不到 你覺得我沒有很幸運 我那時候對於幸運兩個字 我現在覺得太 太諷刺了 這是一個非常人的事情 然後我回想到非常多重大的疾病的生存家的人 我發覺活家的人更辛苦 所以如果我在下面的階段沒有更好的案子時 我一定要把這個案子排成功 我非常感謝東森 就是給了我們這個最好的機會 謝謝 感謝東森 要不要給導演抱一下 抱一下好不好 來抱一下啦 因為他現在很激動 他評估 好 影韻表現都很好欸 導演你覺得如何 要不要點評一下 一個一個把揪出來點評 給他個打分數 都比較好啦 這麼困套是不是 對對對 都非常好 好好好 都不得罪 真的很棒 表現得很好 這個 這個最好 最辛苦 真心立派那個 對 非常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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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情緒這麼重 但是大家演得真的非常的投入 非常好 恭喜大家 再來我們要訪問一下原型人物在這邊 對於金鐘影帝莊凱軒先生 言您本人 您還滿意嗎 王哥 當然不會滿意 哈哈哈哈 你也太直白 你不滿意啊 為什麼 如果他真的想要還原原型的話 就不要找這麼帥的人來 你很帥啊 我在生病前就是在 因為這個新機格在倒下之前我一百公斤 所以我是在病床上 在昏迷的期間我掉了四十公斤 所以其實我大力的鼓吹 其實真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整形外科的醫院 所以在我醒過來那一山 我這一輩子的心願都在病床上完成 但是在那一刻起我發現我坐不起來 我站不起來 因為我全身積少性 掉了四十公斤其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花了六年的時間做復健 所以這一路走來 為什麼會有朱鋒導演碰到這個狀況說 我是從地獄爬回來的人 因為我們給人家看到的所有的受贈者 看到都是他現在最精彩的時候 我們真正辛苦的地方 這是為什麼當時有這麼多 也許我的我的書 我的劇本寫完之後 為什麼會跟朱鋒導演合作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他是我在醒過來之後 唯一的一位導演 或者是一個劇組的人員 願意花三個小時的時間 那跟我聊聊一下說 對於一個受贈者 或對一個重大傷病的人 你到底有沒有一些心理 過來的一個路程 每個人都想看我的奇蹟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那部分 大家看過以後就算了 因為那不會是你們的故事 但是只有在 談到這心理的過程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有重大傷病的家人 或者是有換心 繞到手術這些的家人 可是你們可能從來都不知道 如何去面對你們的家人 跟怎麼去照顧這些家人 而對我們這些受贈者來講 其實我們有更多的壓力 是我們根本沒辦法說 沒辦法寫 根本也不想 也不能夠表現出來的 可是我覺得 朱鋒導演他都懂 在那三個小時之內 他非常揣摩了我的很多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把這個劇本交給他 是非常放心的一件事情 他是一個很有人性和溫度的導演 你看得出來嗎 對 這都看得出來 所以葛茂哥 您對額外旅行有什麼期待或期許呢 其實很多的受贈者 在活在這個現在大家的社會的角落 是大家都不知道也不看到的 在我醒過來之後 到今天2232天的時間裡面 我完成了73場的演講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 藉著我自己在評估跟盤檢之後 發現我唯一的器官 還能夠靈活應用 就是我還能講話 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這五年六年的時間之內 我就不斷去演講 有關於在這方面的生命的議題 那我覺得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那我出了一本書之後 其實透過朱鋒導演這部導演 還有東森 所投資拍攝這個額外旅程 我希望能夠更多人看到的是 其實在社會角落 每一個器官的受證者 你們都是地表上最強悍的病人 我們為了跟老天借時間 其實我們跟自己在做生命的掙扎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只有自己知道 因為這是一個制度的一個旅程 但是透過這個旅程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人 從我們的故事裡面 流下你們自己的眼淚 那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可以 善化這個社會更棒的一件事情 掌聲給毛哥好嗎 謝謝 賦予很多正面的能量給我們 謝謝毛哥 再來 我要訪問那個讓你不滿意的引力囉 來 凱勳 凱勳 這一次是演毛哥 哇有真人在這邊 你覺得最困難最挑戰的部分是什麼呢 凱勳 我覺得最挑戰的是 毛哥 因為我跟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豬島的辦公室 然後 毛哥就是精神走走 然後 穿著一個T1 然後 朋友以前那種 就是 DEO的樣子 然後我一進到辦公室 我還在想 奇怪 我要做田雕的這位本尊在哪裡 就是找不到 想像中 還著心臟的 好像比較 定人的樣態 結果 他就坐在我旁邊 然後 就是聲音非常的紅亮 然後 動氣十足 然後看起來也整個 就紅光滿面 那 我後來才知道 就是 其實毛哥 因為在 生病之前 他一直是一個 老班等級的人 所以 他也常常面對很多的員工 然後說很多的話 所以他會 我後來才發現毛哥很可愛 他會開啟一個 一個所謂的 就是 人前 人後的一個開關 就在眾人面前 他讓自己是一個很OK的狀態 然後很 很強的樣子 就要大家不要擔心他 那其實我們私底下 隨著戲的開拍 然後越來越 感情越來越好的狀態之下 我知道他的 他的心肺的關係 他在 他要讓大家 聽得清楚 他在講話 或者是他要傳達 他其實是要更 更背景的 所以我覺得在揣摩上面來講 是 就是那種外表那麼的 很堅強 但是他其實說話 他要讓自己呈現 我們一般人的聲線 是很吃力的 就是 常常是得用一個 你可以知道 他是ㄍㄧㄥ起來的 一個 一個氣 一個呼吸的狀態 在說話 所以我覺得其實 全世毛哥最難的 就是這樣子 歡心的一個病患 最難的狀態 就是心肺還有呼吸的部分 那 這個是細節 因為你可能一不小心 我忘記了 你可能就會太中繼之足 所以其實這個是 已經是表演外的東西 是得 得一直在 每一分每一秒 都提醒自己的部分 凱勳做得非常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這次跟小薰 舍度合作演夫妻 相較之前合作過的前妻們 你覺得小薰 是怎麼樣的一個 對手女演員 好好 這個新任妻子 覺得如何 我聽到寶房在恐慌 對 好好說話 凱勳你說 我覺得小薰 是一個很 很不需要時間 去經營演員 喊息的對手 就是她 她的那種 爹地氣 然後 很迅速的 就是 陳肯應該這樣講 就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那我覺得 演員就是要夠誠懇 然後彼此夠 夠真心吧 對 才會 很快的有這個 化學變化跟丟接 那我覺得小薰 在這一部分 他的表演 其實不太 經過計算 因為他都給真的 所以 呃 但前妻們也很好 就是 哈哈 用飲料加這一句 謝謝 我們好好宣傳這一次的 額外旅程 前妻就不要急了 棒棒棒 是 棒棒喔 那小薰講一下 跟凱薰合作 雙訓練 你凱薰合作 感覺如何 我覺得其實跟他合作的默契還蠻好 就像是他說的 我覺得凱薰在 我在凱薰身上看到的是 這個人的真誠 對 然後在拍戲的時候 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很用心在演 然後我 我好像也不需要準備什麼 我只要慢慢的 跟著他走就好了 嗯 對對對 他演出可以說是 哭功一流 罵人也超強 你好會罵老公喔 我哪有 超強的 有沒有那一場戲演得非常過癮 過癮的話 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個片段 一邊罵他 然後又有一點那個淚水 就是 呃 站在一個照顧病人的人 就會很氣說 就是講過了 不要出門 為什麼還這樣子 就是其實某方面是在 在氣自己 為什麼不 不能好好地顧好他 嗯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我剛剛看了 讓我印象又很深刻的是 他有一場戲就是 在加護病房 就是整個身體這樣破開來 哇 不行了 我當然一進去之後 我說我先緩緩 因為立刻就會讓我 回想到我媽媽 那個時候的樣子 我覺得更可怕的是那個 嗶嗶聲 嗶嗶嗶 然後我就哇 真的不行 對 走出角色了嗎 走了走了 一定要走出來 對對對 這太沉重了 對太沉重了 對對對對 表現得非常好 謝謝 這是他得到金鐘獎之後的第一部戲 謝謝 謝謝 掌聲一下 謝謝 謝謝 來 有漲價嗎 我跟你講 我沒有漲價 我真的沒有漲價 真的 但是我覺得 製作單位對我超好的 他就一口價 就說小薰就是這個錢 我說好 好 滿意 滿意 而且是我心目中還要高 我就哇 謝謝你們 那之後繼續跟東森合作 一定會 一定會 謝謝長官們 謝謝一舉公 謝謝 謝謝長官 很好的演員 謝謝小薰 再來 另一個水座的女人 導演夫人好會演喔 來聊聊這次演出感受 我剛開始 知道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擔心 我會拖累劇組 因為我怕我的那個 不到位 哭戲不到位 但我看完劇本之後 我覺得我想多了 我看完劇本之後 我每天眼淚都在偷 隨時他都可以自己滴出來 對 然後 因為我自己也有兩個小朋友 所以我非常非常可以感同 深受劇中 進入媽媽這個角色 他的 他整個有多悲傷 多猶豫不決 要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 拍完之後 我整個對我自己的人生大翻轉 我兒子啊 不吃飯 亂丟玩具都沒關係 活著就好 好好 活著開心就好 這麼開朗啊 對 真的 生命真的很重要 當然 你小孩好幸福喔 那些就算了 不過還是要說 因為情緒太重 你真的每一場都在哭了 有沒有哪一場是你演到很想跟你老公離婚 有沒有 不要再逼老娘了 受夠了 每天要哭 哭 真的每一場哭欸 瘋了 對 每一場都在哭 但是想離婚的時候都不是在拍戲啦 其實本身就想要離開了是不是 沒關係 他們間距這麼遠 沒有防疫距離欸 有有有 不需要防疫距離 他們還是要弄出一個防疫距離的 其實他說對 哈哈 你不要亂搭相撲鬆 來講一下哪一場啦 開玩笑的 有一場 剛剛也有演到 就是在病床前面 我這樣摸著口罩 然後看著小灰 其實那場戲 我的情緒 我站在病床前面很久 但我的情緒一直沒有到很澎湃 然後我自己 也在等我自己一直等 然後我發現導演那邊超安靜的欸 一般的演員 他會幫忙說一些比較溫柔的話 有沒有 就會幫你帶情緒啊 對 然後講一些劇情 沒有 他就一直很安靜 然後我就想說大家在等我 現在是什麼情況 我就曹默默說一句說 你可以說一點什麼嗎 幫我一下 然後他才好像有點心不甘情無怨的 就是講了一小段的劇情 所以說我心裡面真的超火的 我想說老娘哭不出來了怎麼辦 你快一點 所以 朱鋒他是會對你比較不一樣 他會對我比較嚴格 喔 對 就是比較嚴格 然後他會覺得別人都可以講情 就是正機眼鼻子眼 但是我不行 我就是要做得比別人好 畢竟愛之生 責之虔 是這樣嗎 是 那之後還要跟老公繼續合作嗎 先讓我還款 先不要 先讓我吸引個幾天再說 好 謝謝花心童 很棒很棒 來掌聲一下 欸我真的要佩服 為什麼 因為比較緊身 就是衣服太緊 難講 對 沒有啊 就是因為太陽超人這個角色 他有時候要代替觀眾問一些問題 然後因為凱薰哥的表演又是很 就是你有時候不曉得你會看太入迷 然後你就會不小心又站在他的角度 就是也幫他想 所以我覺得太陽超人這個角色要抽離這件事情是還蠻難的 哦 所以哪一場跟凱薰的戲最印象深刻有沒有 有一場是 就是他一整大段的獨白 嗯 然後那一場戲是我問完他問題我就可以在旁邊看著 然後 他那個真的是我看到 就是我都已經就是愣住在旁邊 就是 真的是影帝的演技 那影帝的演技震撼到了 震撼 哇那繼續合作之後 跟凱薰啊 跟大家 有機會的話一下 謝謝修復 哇來掌聲 再來 欸 小薰私底下 在拍額外旅程有偷偷跟我說說 欸我兒子演得很好欸 很不錯欸 就是那個 右手邊那兩位 一個一個來幫我一下 原則少年 你好 大兒子 黃子祥 夏浦洋 來 跟這個凱薰爸爸 小薰媽媽合作的感覺如何 其實我覺得 爸爸媽媽真的就是 讓我們相處起來 他叫得很順口 爸爸媽媽真的對 他們下戲也就這樣講 因為他們真的就是我們可能 還沒有上戲之前 他們那個氛圍就是營造得很好 不會讓你很有壓力 而且其實有爸爸媽媽在就是 還滿有安全感的 因為可能我們在戲劇方面 可能沒有這麼的 豐富 豐富 所以呢我們在進入 情緒跟角色的時候 要有一點時間 但我就轉過來 看到媽媽那個眼神 給我的那個 投射 我馬上就直接陷在裡面 他帶著你 所以其實 你在每一場戲的話 就是有他們在都很安心 是是是 然後爸爸超可愛的 怎麼說 就是 每一場戲他可以用很多種方式 給你詮詩 欸 他可以自己去設計 他自己有 每天都有做功課 然後覺得欸 怎麼樣做會不錯 然後可以一直去試 然後你就可以跟爸爸一起去玩 這樣的角色 而且你這一次的演出 跟以往的角色比較不一樣 之前比較本色嘛 這一次比較 比較本色演出 這一次就是因為 比較多情感的投入 跟 你要去思考你現在的狀況 跟 你未來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你的家人 這件事情 是 那你之後還要繼續演新嗎 想要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我 這可以說嗎 可以啊 你想啊 其實我自己是 運動表現 我覺得我蠻好的 全明星 沒有 我想要拍 類似這種 運動的電影題材 類似 翻滾把阿信這種 彭于彥 對 哇 這樣會不會太 那個要 胸肌 六百雞 現在有努力在練 有努力在練 沒有 我覺得你Ready了吧 要不要現在 沒有 收視破級的 破三那種 好不好 這樣子再聊 謝謝夏普洋 感謝期待囉 你的翻滾把戲 再來 這個小兒子也厲害 叫黃子健 徐偉然 來首次挑戰戲劇 哇 就跟金鐘影帝影后 爸爸媽媽合作 有壓力嗎 還好 沒有沒有 也太有自信了 沒有沒有 因為想說既然就合作 然後跟兩個很厲害的前輩 還有 那麼多厲害的前輩一起合作 就自信一點做 然後 對啊 然後他們會帶著我們做 所以就不會有那麼多壓力 其實不會那麼緊張 感覺就像一家人的感覺 對 那這位有想要挑戰什麼角色嗎 也是翻滾吧 阿信嗎 演女主角 現在沒有那麼多 畢業樓劇就來了 有沒有 想到了嗎 隨緣 隨緣 只希望繼續 這個劇組再合作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最後我們回到毛哥囉 還好嗎 我們剛剛這樣子 還是你想要演什麼角色 你是 剛剛我們在後台過的時候 他說你可不可以問我 想要演什麼角色 好問你啊 好運業啊 很帥很帥 毛哥問一下 因為現在人生這個新的開始 有什麼樣的願望清單呢 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對一個 我 等一下你有點暗沉 我往前一點點好不好 對對對 不是黃膽吧 我上個月剛拿到兩張 殘障陣 所以 對我來講 我的人生到這個地方 其實你還說很多人生清單 我反而有一個更新的一個期望 因為 我到今年 到今天為止 我剛好 整個的工藝演講 到了七十三場 我原本跟朱鋒導演在聊天說 我是不是能夠到一百場 現在看起來 經過這個劇組的 大家這麼多的刺激之後呢 我突然間想把自己加碼一點 我想到兩百場怎麼樣 真的好 讚 不知道兩百場跟 這個生命的終結哪個比較早來 不過我覺得這至少 對於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鼓勵 至少還有很多的目標可以繼續走 你可以的 謝謝毛哥 那凱薰 凱薰啊 還在嗎 睡著了 那你有什麼願望呢凱薰 還在 對 你有什麼願望現在 其實因為我很喜歡我現在自己的人生危機的狀態 但是如果說再問我第二次的再一次的外旅程 我會滿希望自己可以就是當一個一般的大學生 還來得及嗎大學生欸 聽說有七十八歲的老奶奶去上大學 是 是 還來得及啊 去學校當大學生 想要讀哪個相關科系哪一個 有想過嗎目前 我覺得就是很一般的就是理工精筒快 就是非常normal的大學生的狀態 對 因為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其實很快的就進入 相關標語點的部分 比較沒有體會到那一塊 就是正常大學生的生活 是 祝你願望成真 接下來我們現場有一個這個實體的 許願術的儀式 但抱歉 因為你在線上沒辦法參與 他是實體的許願術 所以我要先跟你收聲 Goodbye囉 謝謝我們男主角莊凱薰掌聲 謝謝 好好休息喔 趕快付出啊 洗影七天了 太久了 謝謝謝謝 好 拜拜 拜拜 接下來是這個許願獎 裡面你稍微拍一下 來 近一點 來 麻煩揭開那顆心 是 不要一直在聊天好不好 來拍照啦 媽媽的嘛 對 媽媽就很愛聊天 來 秀一下你們的願望 先來拍一張照 好 近一點喔 毛哥哥 來 好 秀一下心願來拍一張 給大家看一下大家的願望 是我們一起看向左手邊的攝影機 統一看向左手邊 再一起看向中間下方小梁哥 你揮個手 對我們這關設大會這一台喔 發稿喔 來三二一 再來轉向右手邊的攝影機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把這個願望 等一下我們就一起把這個願望 置放在這個樹上囉 準備好了嗎 可以了 等一下再補充 那我們一起來放上這個 直接放上去 對 直接放上去 期待東森全新的迷你劇集 額外旅程 帶給大家暖心的感動 一共有五級喔 非常祝福 每個人都活在當下 給大家滿滿的感動跟正能量 好 我們先接上去 是的 那我們祝福 額外旅程紅紅火火 氣勢如紅 收視長紅 耶 祝福大家願望成真 再來合照一張好嗎 來來來